今天準備了4顆的馬鈴薯 因為太久沒有吃馬鈴薯沙拉了 所以今天準備多一點 那你們在準備的時候可以著量加減 用到的食材有馬鈴薯4顆 紅蘿蔔半條10元 美乃滋3包60元 餐包8個80元 蛋5顆25元 食材共用了232元 削好的馬鈴薯我們來切塊 對切 然後再切成各3塊 這樣蒸起來比較容易熟 接下來我們來切紅蘿蔔 紅蘿蔔把它切片 我們現在開始來蒸馬鈴薯 把剛切好的馬鈴薯放進來 紅蘿蔔 我們要放入雞蛋一起蒸 所以雞蛋要特別洗得乾淨一點 外鍋加兩倍的水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按下開關 好 在等馬鈴薯的空檔 我們來醃一下小黃瓜當配料 小黃瓜洗乾淨後刨絲 加一點點鹽 不要太多喔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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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裝的薄薄的 看起來很好吃 再把剛剛醃的小黃瓜 把水擠乾 放一點在上面 自己做的早餐 營養又健康 早餐完成囉 零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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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鴻 零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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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